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说,中国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本月向亚马逊运送了1500台热像仪,交易价值近1000万美元。 这批设备在新冠病毒蔓延期间被用于测量员工体温。 另一位知情人士说,亚马逊在美国使用其中的至少500个系统,亚马逊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对这笔交易的置评请求, 但他对媒体表示,他的设备都符合联邦、州政府与地方法律,而且测量体温的措施是为了员工的健康与安全着想。 中国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政府监控摄像头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商。 产品被用于监控镇压维吾尔、哈萨克及其他宗教和民族人士, 包括新疆地区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在教育营。 因此,这家公司遭到人权组织、欧盟和联合国的指责。 2019年秋天,美国政府将大华和其他七家科技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谈到采购案时,对路透社说, 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知名公司继续对中国公司帮助中国共产党残酷对待自己人民的行为视而不见。 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卢比奥在回应亚马逊采购案时,对路透社说, 大华生产的设备对美国公司和美国构成巨大的安全风险。 他还说,这是我们必须开始重建美国国内制造能力,结束我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的右翼力证。 针对这个采购案,维吾尔人权项目高级项目干事彼得欧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亚马逊的做法严重伤害其企业形象。 欧文说,虽然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只限制美国政府部门不能与黑名单上的公司进行交易, 对美国私营企业不起作用,但与大华进行交易体现了亚马逊的价值观。 维吾尔人权项目认为,虽然新冠蔓延之时,美国及其他地方必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障, 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将人权问题数之高格的借口,人权问题在目前更应该是焦点。 美国之音记者未知采访报道。